1月8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举办的年会表彰评选启动仪式 继2012迎新年会在京举行 当日李绍红 滕文记 高晓松等来自全国的300余名导演 及影视明星集体出席活动 而崔永元更是担任起了当日主持人的重任 会上新老会长一起与大家包饺子 使得现场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 此次表彰大会的启动 不仅是一次导演协会服务于众导演的年会 更是以导演群体的专业眼光来总结2011年度的中国电影 并为其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当日的活动上 滕文涛导演的父亲滕文记 谈及日前热映的电影《失恋33天时》 对于儿子的表现也显得十分的满意 我表演的有什么用啊 这不是我表演的 这个主还是观众的事 我是很高兴 他妈妈现在强了他的粉丝了 到现在还每天上网看他的评论 日前正在筹拍新电影的崔永元 当被问及此部电影所选用的题材时 他坦言 主旋律 因为大家都觉得主旋律不商业 然后也没有票房 所以这是行内的共识 所以我就冲着主旋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